公會這邊不曉得還沒有指導 我們這邊還有一些事業的代表 不曉得今天祭壇列席 表示說你們對這個議題是相當的關心 祭壇來了是不是給我們一些意見 請花言 我是代表塑膠公司邀請人 第一次花言 因為我們公司不是在工業期 也不是在石化期裡面 我們的製程也是非常單純 我們也很想把它做好 所以說我這裡有兩項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那個石油化學業的放流水標準 標準時間 我們那個V2期的部分 因為我們只有利息 是不是也能夠比較那個 安淡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是103年7月 一個是 第一個階段是105年的7月以後 那在有關於這個管制項目的那個濃度 我們以目前的技術來講 我們已經走走一年都在進行改善 那我們希望是說103年7月以後 能夠是在0.5mg per litre 那105年差 按照國家標準 0.1mg per litre 謝謝 不曉得大洋公司這位現金 是不是有針對濾乙溪的那個毒性 那個做過研究 濾乙溪大概在我們這邊管制項目裡面 是那個 毒性算是比較高的 大概跟本差不多了 希望說我們給你到103年0.5mg的標準 105年0.1mg的標準 你有沒有考慮過 因為我們一般其他同位 它是在工業區跟石化專區裡面 它是很多汽水汽種以後稀釋的 真正在技術上他們也很難達到0.1mg 因為它是有大量的水汽式 所以他們才量會這麼少 我們是只有單獨一個工廠 所以它的量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一年多的從事 這個製程的改善跟那個設施的改善 還是沒有辦法達到0.1mg的標準 我們是希望也能夠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是在103年是不是先0.5mg 然後105年才0.1mg 那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做製程上的改善 你這部分事實上 你工廠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工廠 我們還是希望說 就像剛剛我第一個意見就是 這個可能應該是管理上的一個問題 在製程上要改善 我相信你應該也是比其他的工業要簡單一點 因為你就是單純的一個綠語系的一個項目 你會有那麼多的東西漏到你的那個 汽水這部分來 我想可能從那個工程的管理 可能要再加強 然後當然那個 你汽水處理的部分 也需要再提升 我們現在定的標準 是101年的7月開始施行 但是 針對預期的部分 那我們還有一個 比較變通一個做法 就是提銷演計畫 這部分可以到103年7月1號施行 從現在開始算 事實上 有將近三年的事件 兩年半 多一點的事件 希望說 能夠利用這個事件 儘快來診斷 然後提出改善一個方案